如果我想重创乌克兰 我觉得我会打这里 这里是哪里 奥德萨 奥德萨有黑海最好最好的一个港口 而且它只要拿下奥德萨 整个乌克兰就变成内陆国家 它的海运就全部结束 严重影响到它的经济发展 好 这期我们来关心乌俄战争的 最前线的动态又进展到哪里了 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 他警告说 未来数周前线的情势 恐怕会陷入一个恶化的状态 他说不久的将来 有个相当艰困的局面 等着我们会是什么呢 根据了解莫斯科当局 已经在未来数周 可能会对位在乌克兰东部的 哈尔科夫一带来发动猛烈的攻击 另外一头乌克兰的最大后援 美国的原污法案部分 现在在国会已经正式的通过之后 拜登在4月24号这一天也终于正式签署了 接下来拜登说将在数个小时之后 就会开始正式的送交军援给乌克兰 好 我们看到过去战局都在乌东乌南 现在俄罗斯下一步锁定的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东北方的哈尔科夫 主要原因是什么 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损伤 魁伯老师怎么看 这个哈尔科夫他是乌克兰第二大臣 而且他的过去的历史 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实很丰富 所以我们看到了俄罗斯 他在2022年的2月一开始 对乌克兰进行侵略的时候 其实他很快就把他的军事的力量 有一部分指向了哈尔科夫 当时哈尔科夫来不及反应 而且俄罗斯反正狂轰猛炸 最后哈尔科夫我看到一些外电的报道的时候 我印象还有就是哈尔科夫 他们从市中心过去 晚上好像变成一座鬼城一样 因为大家不敢住了 而且电力很多当时的设备都被破坏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哈尔科夫其实莫斯科曾经想要一举功下 但是当时因为他是第二大臣 而且是东北的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所以乌克兰集结重兵 还有欧美的这些军援 乌克兰就把哈尔科夫拿回来了 这应该是在差不多2022年的9月10月的时候 就拿回来 所以战争发生半年多 哈尔科夫就理论上叫做收复了 光复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在去年2023年的下秋之际 莫斯科派了号称10万大军 900辆坦克 我也不知道这个900辆是不是真的 就又往哈尔科夫前进了 然后动不动就从远处用导弹或者薰衣飞弹去攻击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本来有150万人 但是在战争开始之后 很多人向外迁徙 听说现在回来的人可能是30万到50万人 而且30万到50万人动不动也可以从外电看到 还是俄罗斯动不动就去轰炸哈尔科夫的某个小地方 一栋建筑物或是一个公共设施 为什么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心理战 叫一些平民你赶快走 因为可能后面就会比较更大规模的城镇站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 但它是在村落 但以后说不定会有城镇站 所以它叫平民你最好不要进来 那这个是主要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针对哈尔科夫 其实主要就是政治上 我把你第二大臣如果再拿下来 对乌克兰的士气有影响 经济上哈尔科夫基本上已经半毁了 我们就不谈了 但是在军事上面 还有他在卢干斯克省的旁边 等于俄罗斯多了一些战略众生 防守的众生 我的猜测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哈尔科夫现在变成双方的焦点 好 哈尔科夫在政治跟军事部署上 刚刚惠伯老师讲有他的重要性 他其实也是这个乌克兰的第二大臣 也是工业跟经济的大臣 当时有专家的说法 就是说如果这个城市毁了话 基本上就变成农业国了 乌克兰是这样 现在还多了美元 美国的援助 现场您如何看守得住吗 尤其是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那个俄乌战争 在他这个整个叫做哈尔科夫 那整个东北角那里 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专家在那里分析 说他那一代 因为乌克兰太大了 他的人没有那么多 他说我们台湾 台湾大概16倍 17倍大 然后人口还不到我们台湾的两倍 大概两倍左右 然后台湾还有七成的是三地 就是不适合居住 乌克兰几乎是一个大平原 然后那个东北角那里 还有很多的沼泽 所以当时我听那个人讲的时候 这里的战争的形式就是 你很容易集中兵 你就打下一大块 打下一大块 你连去守他战的人都不够 所以很多俄罗斯攻进去之后 留下来的是像宪兵这种 不是作战部队 就是管理一下秩序 而且因为这些地方也靠近他 那里也有很多的俄罗斯人 所以那里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虽然好像攻下来了 但是好像当地很多人跑掉了 剩下的还是有些人在那里 最后乌克兰决心要攻这里的时候 他只要把他力量一击中 他就也很快的 那个撤退比他攻击的速度还快 就很快就收复了这个大片土地 那里就有这个味道 那我现在看这一次 好像又要打起来了是不是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今天是俄罗斯 我要打乌克兰我要打他哪里 我到地图上一看 我的感觉我的想法不是这个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四个是俄罗斯已经拿下来的四个 对 红色的部分 东部的州 这是原来在2014就拿下来的克里米亚 对不对 对 这一块是陆地的再突出去一块 这上面就是百二罗斯 我拿这一块就是多出了一个州而已 大概是这样 我拿这个多出一个州干什么 然后我想一路连过去 把整个乌克兰吃掉吗 如果我想重创乌克兰 我觉得我会打这里 这里是哪里 奥德萨 奥德萨有黑海最好最好的一个港口 而且他只要拿下奥德萨 整个乌克兰就变成内陆国家 他的海运就全部结束 海运严重影响到他的经济发展 所以如果我觉得 你叫我的眼光看 除非我不想赢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他们好像打了打去 好像不是真的在那里打 好像是一个有限战争 如果我真想赢 我一定值起他的战略要地 就是奥德萨 把你的整个通往海的给你截断 那你奥德萨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港口 那个海又宽又大又深 你没有了之后 你的经济怎么办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 我真的去打你这 可能俄罗斯再想一想 那你乌克兰不跟我拼命 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干货 你会不会跟我全力拼呢 会不会死打猛攻我这呢 所以他可能想算了 我给你留了一块重要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行李 但你叫我去 如果我选一个战略要地 我会攻这里奥德萨 那如果他不去攻 跑这个哈尔科夫 我觉得他还是那种 一开始的观念 这是一场有限战争 他并不是要把你给消灭 他只是希望我也不要太难看 也不希望你变得奄奄一息 人到了逼到死角 会跟你拼命的 是 好 所以我们要持续观察 是说如果真的进攻到奥德萨 这场战争可能就永无止境 接下来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除了关心战略的部署 我们也来看到人力的部署 现在战局真的很严峻 乌克兰大家都知道他缺兵 越来越吃紧 外交部长库列巴 最近正式的宣布了 要暂时终止乌克兰国外领事馆的服务 他也说乌克兰领事馆服务终止的对象 是在这些18到60岁 待在国外的男性 不过正在申请回国身份证的人 他说可以排除在外 他真的很生气 他怎么说 这话这一次就说得非常重 他说你一个兵役士林的男性 一直待在国外 对他的国家存亡毫不在乎 然后又来想要享受我们国家提供的服务 他认为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搞的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 乌克兰外交部的最新举动是什么 是真的缺兵缺到非常非常急了吗 玉方老师 我们先用人口来看 因为这个兵都来自于全民 这个战争爆发前 这个2021年 这战争前 乌克兰的人口是4374万 5640 所以大概就是差不多4374万 那这个战争打了这个两年半以后 他现在人口剩下3777万 3357个人 减少了600万人 这600万人呢 有的可能是战争的死亡 但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逃出去了 其实有些大官的小孩也跑出去了 大家都会怕死 那相对来看俄国呢 其实俄国这几年人口也在减少 他们又能跑出去 他们也会怕 跑到中亚一些国家躲在那里了 但是呢 用2021年战前来看的话 他当时人口是114232万 这个战争打了两年半下来 他现在人口是增加到 114395万 所以他人口反而增加 增加160万人 这个增加的时候自然增加人口 多于逃出去的人口 他就会增加 那你乌克兰的自然生产生意出来的人口 你少于逃出去的人口 你当然就会减少 就逃出去的人多 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 而且乌克兰有一个情形 有人他已经士兵打得非常疲倦 他有一定的休假时间 不能休假 有些人甚至兵役已经满了 要回来不准他回来 没错 你就知道他缺了情形 有多么严重 所以现在一边讲说是现役的人口了 他们18岁当兵 现役的乌克兰的士兵 官兵大概100万人 其实我相信这个都是有点虚报 我觉得可能人数都不到这个程度 那俄国现役是大概115万 这个人口大概也不止这个人 不止的因为他有很多的是佣兵进来 西方也有佣兵进到乌克兰去了 但是总体来讲应该少于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进入俄国当佣兵的这个人数 没错 所以这个战争打到最后就是数人头了 因为你的武器再好 你要有人能够来操纵他 没错 所以美国现在为什么要派顾问进去 英国的顾问搞不好是到了最早 而且到了最多 过来大概美国 有可能法国有一些人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兵在战场消耗这么快 那武器现在给你的武器 越来越精密 你这个武器的生产国 你们使用最多这些原始的这些生产国 你不派人去指导 他们还真的不见得会用 很多东西还要计算 演算 你才叫射程这些什么的 你就是要电脑演算 你也要知道怎么超乎电脑 所以其实这个西方国家的顾问 很早都进去了 可是这个兵源真的是不够 因为分母就比人家小很多 那总体的人口 就是你的三四倍这么多 所以他可以用了 他可以抽雕的兵比你多多了 所以未来乌克兰最大的问题 的确是兵源的问题 是 好 有人力 你才有可能去操作武器 人都没有怎么操作呢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最新的兵源 说已经准备上路了 来自于国防部的证实 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 射程300公里的MGM-140 画面上看到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飞弹 过去拜登其实是害怕基辅拿这一款飞弹 攻击俄罗斯本土的 曾经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这一款飞弹 为什么 因为他怕这个战争打得太剧烈 太夸张 现在又交付这个飞弹 我们就来解读说会不会他是要转手为攻 有没有这样子的意味 美国希望乌克兰战术能够翻转吗 能够来真的翻转战局吗 舰长怎么看 这些武器基本上我把它分作两类 像这一次交的这个东西 它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除了战术武器 还有一种叫做战略武器 我拿这两个去比较一下 这是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美国在二战丢了一个战略的武器 叫做小男孩在日本 那个小男孩的荡量是1.3万吨 就是核荡量1.3万吨 那现在那个叫战略 它有很大的一个恐吓的 如果说我今天要拿一个小男孩丢到俄罗斯 莫斯科可能会想要丢到哪里 会伤到我多少人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 那撇开这个之外 这些现在所有你看到的都叫战术 战术我不要说这个 我再举一个更厉害的 这个只有300公里对不对 它的弹头只有235还是260公斤 更厉害的一个叫做战斧 战斧打1600公里 对 弹头480公斤 我拿战斧来比 它480公斤 我再给它加一点 算500公斤好了 500公斤是几吨你知道吗 0.5吨 小男孩是1.3万 它是0.5 小男孩等于2万6千枚战斧 巡逸飞弹 接着你再拿这种战术的去攻击一个国家的话 好比说这国家是小国 它就像一个匕首 如果就像我一个人一个扎我一下 我很痛啊 那说不定扎对部也可能要我的命呢 是 可是打一个像俄罗斯这种大陆国 它就是一个大恐龙在那里 你拿一个匕首扎它一下 痛传到它脑袋正常 战争可能已经都结束了 就是战术对一个大陆国的影响 是极其极其有限的 更何况这个连叫做什么 战斧都等级都到达不了 它唯一的特殊之处 我可以告诉你 是它的速度很快 它可以打到很高 这样落下来 大概最后是5马克 那个速度非常快 比较难以防范 但是它的炸出来的威力并不大 第二个 俄乌战争到今天 西方援助了太多 乌克兰叫做神奇武器 好多个 这些神奇武器 你一个一个去看 从开始的鲍2坦克 M1 A2坦克 海马斯 又一个155什么榴弹炮 一大堆 每一次来的时候 都引起很多的人讨论 这个会不会流转战局 现在F-16也要来了 哪一个到最后 实际到战场之后 去流转战局过的 没有 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 俄罗斯是一个 大陆国 所以寄望这个 战术飞弹系统扭转战局 几率几乎是 不能说零 没有 很低很低的 针对这场战争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他又怎么反应 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最新说 他说新的武器综合法案 将会让这场乌克兰战争 在俄罗斯当中 是有机会得胜的 他也对这场战争 可以看得出非常的坚持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重点 看到的是美国了 决定权绝对是在美国手上 这次泽伦斯基接受了 NBC的访问 他也回应了先前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个看法 川普说如果11月 他重返白宫 将会迫使乌克兰对 俄罗斯放弃一些领土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换取停战 不过针对此 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 他说我不相信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说法或状况 我们知道这一次 原污案之所以可以过关 很重要的就是 共和党的议长强森 这一次他投下了一个赞成票 表面上我们昨天提到 他说他不想让儿子送上战场 但是实际上这背后 可能是不是是川普的意思呢 我们现在也很困惑 川普一边说 我们要继续的军援 森伦斯基 另外一边又要森伦斯基 放弃领土 我们也想要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马老师 好 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人 一个是Donald Trump 一个是Johnson 这两个人 他我觉得角色不太一样 在美国的选举里面 因为他们的议员是区域选举 所以他们其实需要听 总统指挥的 这可能性比较低 因为他是独立作业的 所以我认为Johnson 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 他是在交易 就是说在众议院里面 共和党只有217席 民主党是213席 非常的接近 对Johnson来讲 他处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在众议院的议案里面 他必须要取得自己人的同意 这个法案才会过 第二件事情是 参议院的多数是民主党 所以过了众议院这一关 他还得 就是说对共和党来讲 他还得协调民主党这方面 所以在这两个关卡里面 他必须要做一种政治的妥协 所以最后他是用包裹的方式 因为民主跟共和党 对原以色列跟原台湾 没有什么歧见 但是共和党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他们不愿意给乌克兰 这么大的军援 还有共和党 但是共和党要边境法案 所以最后他就变成 通通包裹在一起 那这里面有一些是共和党要的 有一些是民主党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是一个政治的妥协 但跟川普的这个因素可能相对比较少 但是川普在这里面 他的态度的确有很大的转变 我认为受到几个影响 第一个是春天来了开始暖了 所以俄罗斯的攻势要准备开始 这个是美国看得到的 那再来就是以民调来讲 多数的美国民众 59%还是支持要援助乌克兰 那第三个的话 川普可能看到他自己也许在今年下半年 要当选了年底 对 机会很大 所以万一这个乌克兰留了一个烂摊子给他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大的这个麻烦 所以在这几种 我认为他是比较功利主义的考量底下 他的态度有所转变 那这个转变 当然跟Johnson最后推动这个法案的这个结果 看起来是一样 但过程我觉得他们两个想的事情并不一样 一个是在政治的妥协 一个是在考量自己的选票 好 所以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老师特别提到春天要来的 会持续的看起来会越来越 攻势越来越大 我们要带您来现在看到的前线 目前战场的状况 路透社的报导说 俄罗斯的国防部已经声明了说 南部目前的军区部队是已经完全被占领 这个地方西米哈伊诺夫卡 改善前线的战术情况 这个地方就是位在于乌克兰东部的城市 盾内此刻西南方40公里 俄罗斯的炮火现在猛烈 客攻的发言人说 就算乌方现在有了美国的援助 也不会来改变现况 只会导致更多的乌克兰人因此身亡 我们现在要来看到 俄军为什么可以持续的在前线突围 接下来我们担心还有的是春季的决战 可能因为美国的军援而现在延后吗 介大师怎么看 这个战争基本上你说它会扩大 我是觉得不太是会事实 因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已经应该是达到 它已经想要达到战争的目标 但它战争并不是要消灭这个国家 也不是怎么样 要侵占更多的领土 那它的战争基本上就是要把 这个所谓恶语区 就是说在乌克兰统治之下 受到迫害的这一些讲恶语的 乌克兰的老百姓 他把它拯救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这个所谓的就是说 把打击新纳粹主义 对于这个乌克兰境内 对于这个二世大战的历史 那这个逆流 就是说去拥抱纳粹主义 或者站在纳粹的角度来看 那一段 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一起联手 来在二世大战 来跟纳粹对抗这些历史 他对一些主张纳粹这种 从纳粹角度看这段历史 他给予一些惩罚 大概就这样了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要打断 就是西方国家 把这个乌克兰 纳入北约体制的这个想法 那所以大概他已经都达到目的了 现在这个一千多公里长的这个整个的战线来讲的话 事实上战火是比较零星的 虽然某一些据点上打 可是呢 你看俄罗斯这个线守住以后 哈尔科夫也没有动 对 罗德萨也没有动 那这表示就是说 对目前的战果来讲 俄罗斯是首次为主 现在这一千多公里的这个 这个好 俄乌边界 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最多 地雷鬼雷 反人员反装甲的地雷 到处都是 你要踏进地雷阵的话 那你就好 你就准备大量的伤亡 我也没有看到俄罗斯有这么大的兴趣 再去踏到这个乌克兰的地雷阵 倒是乌克兰 他有收复失地的这种急迫感 所以他不断地讲反攻 不断地讲反攻 不断地讲反攻 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乌克兰现在拿到武器以后 就看乌克兰要不要主动 那现在是 春光明媚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一片怎么样 天清涕爽 是适合打仗的日子 我倒认为乌克兰拿到武器以后 看这个泽伦斯基 是不是能够 再好 再这个重整旗鼓 再去收复失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现在俄罗斯的战略来讲的话 那就以托代变 我已经战了 那等你来抢 你抢就是1比10的 1比10的比例 看你能抢会多少 你要走错地方 地围阵就把你的这个人 坦克通通就自然消灭掉了 好 像俄罗斯看起来 他达到政治目的恐怕就会来收手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 这乌克兰方面 还是可能会持续的进攻 不管现在人力上面低迷 还有人气也都低迷 但是因为美国还是在这背后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是武器而已 现在还有军事顾问说 要进驻到当地 这是来自于美国当地媒体 已经证实了 国防部证实说 五角大夏现在考虑要派遣 他额外自己的军事顾问 前往基辅来住在乌克兰大使馆 里面的这个国防合作办公室里面 这边是说要协助乌克兰军方 来规划武器装备保养维修 还有后续的武器运送等等 他说这些人是不会参与 实际的战斗的 但是我们也很靠奇 总共是60个人要前往去当地 真的不会参与实际在战场上吗 有这么单纯吗 将军 这个是美方所派的宗旨教官 应该是属于专业人员 因为以前乌克兰 他在俄罗斯前面的苏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乌克兰里面是其中一个邦 他使用都是二式装备 二式装备 现在二式装备早就用光了 现在都是西式的美式的装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规格 他不会用 那一定要请这些宗旨教官 专业人员帮他训练 一定要这样子 而且老兵则役 这个暂时杀场 新兵新兵不会用 你要教他怎么操作 这些武器性能有 他发挥的这些专业的特性 也有他发挥使用的限制 这个都要教他们 要不然的话 还没发挥火力 自己都被武器伤到 会 你如果不会使用 还会伤到自己 会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火力要怎么分配 要帮他去规划 火力怎么分配 不要物极 你不要打到自己人物极有军 这个敌我四倍也要弄清楚 所以很多规范的 那这些人不是说 乌克兰这些新兵 以下就上手 要能够形成极战力 没有美国的专业顾问 还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不可能 这些宗旨教官 也是监管人员 你不要这些武器装备 这是美国 都是比较新式的 不要流入黑市 刚才接大使有讲到了 那有人 把哪些黑市卖掉了 因为乌克兰 我们在贪污也蛮严重的 曾经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是全欧洲 前三个最贪污的国家 乌克兰是其中之一 那不要 那开玩笑 这个如果到黑市去还得了 可能打飞机 或者打到民航机怎么办 所以这些也要监控 监管多少套 总用使了多少 他账目都要很清楚 回报给他的美国 是要这个样子的 账目要很清楚 不要留到黑市 留两套三套 留出去容易 收不回来 你知道说在黑市那还得了 这是造成国际问题 所以这60个 除了是技术代表 也是监管人员 也是总指教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4月16号和中国的国防部长 董军进行通话 这是美中两国防长 已经将近17年 17个月了 首次的展开对话 这一次我们来看到美中防长 讨论了台海还有南海局势之外 也聚焦在俄乌战争 五角大厦对这一次的谈话前 对外宣称说 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武器设备 已经激增太多了 好 这当中他特别提到戏上 有这些比如说机床 微电子光学 无人机 巡异飞弹技术等等 其实做了一个统计说 2023年 俄罗斯九成的微电子 他说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包括了七成的工具机也都是 莫斯科就用这些设备 大量的提高他的军工产能 美国官员还说 现在中国大陆协助俄罗斯 提升他的国防产能规模 已经是苏联时代以来最多了 接下来美国有能力 来施压中国 减少对恶的援助吗 等一下我们请专家解读 另外一头这场战争 也打心理素质战 泽伦斯基快要撑不住了吗 我们看到他这几天吃醋 伤心 他不断的对西方喊话说 全世界都看到你们 对以色列的援助了 乌克兰也需要 我们也需要的 没有想到是直接遭到 白宫的官员科比回队 他说你乌克兰不是以色列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要来看到 美国的600亿军援 真的到得了吗 今天专家我们一次来做解读 先来看到这一场 美中防长相隔17个月的 首次对话 美国能够施压中国 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吗 大宗老师 我觉得其实不容易 因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已经两年多 我觉得美国目前对于 中国大陆的这个压力 跟这个口径 是比过去更严格 我们回顾一下 一开始美国所要求的地方是 你不能提供俄罗斯军援 到了去年有个名词 就是大家应该也听到了 就是不能提供俄罗斯致命性武器 但现在它的这个 专注的焦点变成 比较像是军民两用的一些科技 所以这里面所列举的 包括机场 微电子光学 无人机 军衣飞弹 各式各样的飞弹的技术跟零件 现在被美国端上台面上 对中国大陆施压 但我觉得这样的施压 其实不会见得有效 因为我觉得北京的立场 还是踩得蛮稳的 就是说基本上 北京的讲法是说 我们不会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 包括武器弹药 其实如果说美国有这方面很 怎么讲 很赤裸的一个证据的话 其实早就被摊在台面上 所以我觉得去年讲的 和前年讲的 美国比较是一种嚇阻性的 你不要做 我仔细观看 如果有的话 我会在国际各个场合里面 各个重要的场合里面 把这证据传出来 也做一个嚇阻 但基本上我觉得 中国大陆并没有踩那个线 它并不是直接提供武器 弹药 装备跟俄罗斯 但现在在这些领域里面 还有上面没有提到 包括5G 卫星技术的合作 还有一些人讲的说 如果是用来做战场上 来做运用化 那包括像挖掘机 怪手 其实美国也在顾虑 因为不管是战场上的运用 挖战壕 做很多大型的机台设备 其实都可以拿来做战场的运用 所以美国 我觉得是 这个场合里面 美国一定会谈俄户战争 一定会老掉 重提说你不可以军援 但现在的讲法 真的比以前来得更加的严厉 口径更紧 那范围限制更多 好 相较于美国硬要说 中国大陆有大举支持 俄罗斯的军工业 我们来看到乌克兰这一方 现在又是怎么样 乌克兰现在武器弹药 大家都知道 绝对是越来越危急了 所以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也在继续的喊话 4月16号这天 他说上周在缺乏防空弹药之下 乌克兰 我们先是击落7枚飞弹 就后来之后只能认 后续4枚飞弹 直接摧毁首都基辅最大的 这个发电厂 叫做特里皮利亚 针对此我们来看到美国又怎么回答 这位是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卡沃里 他也向美国的国会提出了警告 如果说你再不批准 后续对乌的援助那么俄国 他说几周内 就可能用这个炮弹数量是10比1的一个超级绝对优势 进入到对乌俄战争 而且这一场战争继续就会到了一个决战决定性的时刻了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现在防空弹药都没了 俄罗斯越来越少 俄罗斯飞弹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打击能够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 请大县委员继续来帮我们看 就当然如果他的防空飞弹还没有有效的补足的话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效果一定会持续的扩大 那么特别是最近俄罗斯是针对了乌克兰境内 所有的这个能源设施开始进行全面的攻击 那么他某种程度就是希望瘫痪掉他们的能源供应 然后瓦解掉他们的战斗意志 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我也不认为俄罗斯希望打个天长地久 所以俄罗斯当然就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之下 以战逼合逼着这个乌克兰尽快地上谈判桌 那么大家至少有一个停战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现在这样的想法 其实跟泽伦斯基跟跟美国的想法显然不一样 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是玩上瘾了 他借着这场俄乌战争 他弱化了俄罗斯 他拖垮了欧洲 他自己赚得满满的赚得饱饱的 不管是他的能源业者 他的这个军火商 他当然是希望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继续榨干到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利益 通通都流到他美国的口袋 那么对泽伦斯基来讲 现在如果停战的话 泽伦斯基恐怕就要立刻下台了 先不管说他自己有没有贪腐的问题 泽伦斯基现在也显然不能够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政府 所以他在不断地换来换去 把他身边的亲信不断地在这个走马灯式的进行调配 那么就是因为泽伦斯基自己的这个领导威信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不想让这个战争结束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泽伦斯基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在情绪勒索 如果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你有种去惹人家 你就要有种自己有能力打赢这场仗 我第一次看到全世界有这种国家领导人的 就自己没能力去打赢这场仗 又要去惹了这个旁边的这个邻居 然后惹完了之后要去热索全世界 叫全世界大家一起要站在你背后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跟原因呢 所以泽伦斯基当时如果不要去干这件事 大家有多少人对他提出警告 每个人警告他多少次了 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去寻求加入北约 他如果不要做这件事情 现在就算俄罗斯想要打他 也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 所以其实泽伦斯基在美国的松涌之下 开始了这场战争 那你自己就要有能力去承受这场战争的后果 你不能够回过头来去勒索全世界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乌克兰的了 就是麻烦是你惹的 然后大家要帮你去扛责任 这样的话说不通的 所以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 我就曾经说过 我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久战门外无朋友 就战了两年了 你还要期待全世界大家上下一心 然后大家勒醒裤带 陪着你乌克兰共赴国难吗 我觉得这太困难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炮弹数量刚刚提到是10比1 这个火力差距会持续的扩大吗 如大千老师帮我们看到了 这个接下来该如何演变 会怎么走 我想火力确实是会有影响 但是火力不是战场自身的保证 从刚才大千所讲 真正关键还是作战的意志 所以这里头还是存在了有很多的变数 那在这个战场上交锋 毁其力 夺其空都要硬干到底 那个都是大量的牺牲 但是上期时硬生生把某一个时机 拖垮或者拖过 这个很可能到的是最后俄乌战局 有这个就是翻转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到底 哪边看出来的皮态 显然是支持乌克兰这边 我们都讲施老兵皮 而且人家这个所谓的fatique 就是这乌克兰的这个叫做皮类 或者这个我们把它讲的施老兵皮 都是老早就已经呈现了 再加上了美国这样拨款 在这个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角力 我觉得这个今天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倒是有一点我不太同意 就是大千的讲法 说是泽伦斯基就是把这个战争给挑起来 因为他不是他率先攻击 而是你制造了某些 就是说让这个莫斯科感到不安 所以从当年2013年年底的颜色革命 后面的2014 这个等于说2月20号 就是俄罗斯去夺取克里米亚 然后两个邦要脱离 其实这是一连串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收的 其实当年的明斯克协议 或者新明斯克协议 就已经有机会去收 但是这个真正把它往前推的是 华盛顿就是你千万不能停 你千万不能停 所以明斯克协议被破裂了 新明斯克协议也破裂了 然后对于那两个叛离的帮 那个Donetsk跟Luhansk 还是在继续在那边施压 所以才会到2022年2月24号的 全面的爆发 所以在这个行情之下 这个爆发之后 那一周之内 他土耳其就出来要议和 所以今天泽伦斯基 不是因为他挑起战争 而是不知见好就收 也就是说换言之 这个看到棺材了 还不知道流泪 看到黄河心还不死 你怪不得别人 好 这个泽伦斯基要不要停下来 其实背后还有关键美国 美国接下来要不要帮忙等等的 老师我想要来看到 接下来美国600亿 答应他的援助会来吗 现在卡在众议院会过关吗 我觉得现在看 因为现在白宫释放讯息是说 他要看众议院提出的 法案的详细内容 他并没有打死说 因为现在传述讯息是 众议院想要拆解 把这个大的这个 这个900多亿的这个案子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能是乌克兰 乌克兰其实最有争议 第二部分是帮助以色列 大概140亿 第三部分是印太 跟台湾相关50亿 还有一些可能是跟 这个人道援助相关 那其实参众两院里面 尤其是部分的共和党人士 对乌克兰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 去年到现在 拜登一开始的做法就是捆绑 捆绑意思是说 你们都很支持以色列 也支持台湾 支持印太 要抗击中国大陆的威胁 但是我很重视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 拜登的政治上 已经跟乌克兰是绑在一起 包括今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用这个方法 最后是在参议院里面 还不错 60几票是赞成 因为代表说 部分的共和党参议员是买账的 但众议院我们知道 有众议院议长是强身 他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才说 他可以拆解 也是某种程度的浪步 拜登也要看 还有一个是在局外人 但很重要叫做川普 因为川普之前是 最急事先明说 他反对 无条件 开空白支票 协助可能给他再600多亿 他说这不是美国的优先利益 核心利益 但他现在的讲法 是有点缓冲 他说如果这600亿是贷款的 不是无偿的 他可以考虑接受 所以现在就看 可能会拆解投票 我觉得白宫也没有说 一定不行 但现在就要看 最后就是白宫一个协调 因为目前的 我们知道 众议院里面 共和党是很微弱的多数 强身的 这个国会议长位置 也不保的 因为党内的极右派议员 对他发出很多的挑战 那参议院倒过来是 参议院是 民主党协微多数 但是这案子已经过 那目前就取决于 这个众议院外来讨论 跟白宫的一个协调 我觉得有可能会过 是 有可能会过 谢谢老师 大签委员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简短回答 您怎么看 当然就像刚才大宗所提到的 那最终我相信 还是会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 只是说那个妥协的模式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跟张庆老师 在笑说那个600亿的贷款 谁都知道 他还不了了这个贷款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平息掉大家的这个旗舰 的确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拖过这个时机 老师刚刚提到了 时机才是关键 其实拖过了这个时机 这笔钱就算到位了 其实对乌克兰的帮助 也是有限 中国大陆其实这场 无二战争打了两年多来 他的态度上面 有没有一些些的转变 颜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他还是强调 他从之前王毅提出来的 10点这个建议 和平的建议 大陆就一直强调 我希望能够和平 促成和平协议 他反正在国际社会 永远是扮演这个角色 包括在以巴 或者以哈冲突也是 他就是我反对 继续战事继续升高 我要求希望能够和平 有任何你们愿意 我愿意做扮演和平的角色 他都愿意去做 他话都讲得很漂亮 那不管刚才总编辑讲的 就是说你私底下 有很多的这种交易的行为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实际上面 他就是不会公开来支持 不是像你看 包括这个前苏联 那个当时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国家是反对 就是不挺美国的立场 或国际社会上 去支持俄罗斯的 但是中国没有 中国是弃权 他永远是扮演一个 就是我们叫中文叫做 英文叫honest broker 就是我就是一个中立的第三者 我希望能够来帮你们结束战争 但是说老实话 无论是在俄乌战争也好 或是在以哈的冲突也好 他其实都是受益者 但他表面上一定要说 我希望能够赶快结束战争 我觉得大概大陆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立场 就是外交长期以来 处于这个在第三世界当中 扮演一个就是不是两大阵营 过去冷战的两大阵营当中 他永远是一个第三个 扮演这个第三者 所以他可以提出这些看法 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一个 等于是有他的credit在这一方面 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站在哪一边 我觉得这个对他有利的 是 好 谢谢袁老师 我们再来持续看到乌克兰的部分了 乌克兰的部分 西方国家持续的在提供 他军事上面的援助 看到有两个国家 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提的 第一个德国确定了这样 乌克兰会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来协助乌国他在防空上面的领域的 这个防空能力 再来我们看到英国的部分 也提供强大的 这个叫做龙火的雷射武器原型 来打击俄军的无人机 好 龙火的优势主要呢 就在于他的精准度 根据了英国国防部的说法 精准度在一公里内的距离 他是可以击中一枚一英镑 这么小小的一个硬币的 乌克兰还记得吗 他先前像美国要了25套爱国者飞弹 都没有办法到位 这一次德国提供只有一套而已 会不会是杯水车薪 老师怎么看 其实龙火还在目前还在发展中 这个英国方面预估这2027年 才可以有一个这个正式规格量产型问世 当然英国可能借此机会 把他这个可能还没成熟的系统 用于乌克来检验 他在技术上 在综合使用上有什么问题 但龙火这种系统 我认为 它并非一个很全新的概念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 各国都在发展所谓的 战场的雷射防御系统 这些防御系统可以用来防御 除了我们现在讲的 龙火要防御无人机以外 还可以防御像炮弹 破炮弹 火箭弹等等 而且类似的系统事实上过去几年 已经在国际之间使用 尤其中国大陆 之前已经销售给沙瓦地阿拉伯 所谓的沉默猎手 雷射反无人机系统 这系统我2018年的时候 曾经在珠海航展看到 它在现场展示 基本上就运用一个卡车车厢 上面装有雷射的相关的 一个射击系统还有感测系统 它只要感测到无人机来袭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瞄准锁定 然后利用的高能镭射把它挤毁 而且沙瓦地阿拉伯 其实过去几年 在夜门内战的时候 已经用沉默猎手 成功击落好几架 据说是十几架 伊朗提供的见证者130 这种无人机 也因此我认为 英国这一套龙火系统 未来提前进入乌克兰 只要它的战局还持续 我认为它很快速进入 但是大家也不要把 雷射反无人机系统想得太神 因为它还是有 它一些技术的限制 比如说它对于大气环境 比如说大雾 大雨 还有下雪的环境 它就没办法使用 因为雷射原理的关系 遇到这些 比较复杂的大气状况 它没办法聚焦 没办法对于你的攻击目标 产生破坏的效果 因此它并非一个 全天候的一个防御系统 这和我们所理解的 防空飞弹或反飞弹系统不一样 防空或反飞弹系统 它是全天候的 可以克服各种恶劣环境 仍然能发挥功能 因此龙火即使未来派上用场 但是在冬季下雪的时候 甚至大雾的时候 它这个就等于要暂停工作 没办法进行接战 因此龙火认为 它在使用上 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德国的爱国人飞弹 其实过去以来 已经用在恶物战争好一阵子 而且从过去的战力显示 这个爱国者它的射程长 在服役一些很好的情报方面资源 它可以深入恶劲 比较长的射程 击弱俄军的高价值目标 比如俄军目前已经损失了两架 A-50这个空中运营机 让它整个空天军 后来的攻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爱国者的问题就是 它飞弹过于昂贵 一枚爱国者恶行 据说保守估计 一两百万美金一枚 因此对于恶军 在对抗爱国者来讲 它可以运用一些战法战术 用低成本 或者廉价一些无人机 来吸引爱国者飞弹的消耗 这个情形就像伊朗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用穷尽所有的防空反飞弹系统来拦截 但以色列可以 因为它有美国大力的支持 但乌克兰没办法 乌克兰这些高昂架的欧美武器 要拦截俄军的所有空中来袭 哪怕你是极英术武器 巡异飞弹 乃至于低成本的无人机 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打不起那么高昂的消耗作战 好 看完军事上面的需求 我们来看到这一场乌俄战士 到底何时会落幕 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它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现在流产的这个2022年和平协议 可以成为未来新谈判的一个基础 稍微带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这个和平协议 当初在谈的时候有几个具体的条件 它包括第一个要求乌克兰 你要踩中立的一个地位 第二个你不要加入北约 第三个你要限制你的武器部队的规模等等 最后它是会说给予乌克兰 东部特殊条件的条款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协议 目前基辅好像都没有兴趣要来谈 请教委员这可能会作为最后 战士落幕的一个重要的协议吗 你如何看 现在已经不是乌克兰有没有兴趣谈的问题 是乌克兰的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 乌克兰想结束战争 那就要乖乖的去签这种类似的协议 点多条件上吞吞吐吐 比如说这个中立地位是什么定义 不加入北约还有军队的规模 可以到什么程度 这可以商量那乌克兰东部的土地的这种 领土地位的这种可以蒙古一下没有问题 像那北爱尔兰不是弄得模模糊吗 对不对 好像是你的又好像是我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俄罗斯在这边让步是虚的 乌克兰得到这样俄罗斯的让步 是一种面子上的问题而已 我们看到这次乌克兰除了早上外援 就刚刚大使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乌克兰来 德国来做帮忙之外 我们看到俄罗斯接下来 他又自己会做了哪一些的准备 还有乌克兰方面又做了哪一些准备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乌克兰现在军方演你了 未来是说要加入妇女一起来参军 其实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几个礼拜前 泽伦斯基他才刚刚签署新动员法 这个法将入伍的年龄本来是27岁 一口气降到25岁 然后说要新增50万名新兵入伍 现在又要再加入女军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位是塞尔斯基 他也透露说 俄军领导臣现在甚至都已经定出期限了 我们来看到在5月9号这一天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在 盾内茨克州的一个行政中心 乌军我们可以看到持续的喊要征兵 为何都无法延缓现在俄军的攻势 他一直喊说要出兵 难道是这个新战已经被看破了吗 严廷将军 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乌克兰战争 他就算是动员这些 动员50万也好 因为动员完毕真的要整编 整编要训练 训练要操作武器火炮装备 才能够发挥火力 这个成熟之后才能够送上火线去作战 那他这个都要时间的 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训练整编的这些相关的程序 那这炮灰 人家俄罗斯他是占沙场老将老兵在那边 然后这些都是炮灰上来 武器操作他不牵手 怎么样在这个状况之下该什么该服务的时候该什么 该伏击这次该发扬火力 他没办法掌握 什么时候该掩护 什么时候该发扬火力 他能够掌握得住吗 他上次都不知道耶 他像送上战场那时候发挥的战力非常有限 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战损 那就是变成炮灰了 而且我们来看 在按照整个国防工业潜力 俄罗斯的他的军火不断地在自己的生产 加班赶工出来 那哲伦斯一他一直要西方的 他又给他爱国者 给他火炮 给他飞弹 这样子 这个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就是什么国防工业潜力 是一直还在持续的保持这个磁阴保态 但是乌克兰没有 乌克兰没有 而且国内是新兵 新兵再加上像他要武器 你的整个的战争潜力是没有的 那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的话气定神弦 他打的话他现在还有一些游刃有余 变成整个作战节奏 是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上 那变成整个的乌克兰 他陷于被动的态势 这是被动态势非常不利的 他不要说是招50万 他就算招80万的新兵 问题是他不会操作武器 这些都要时间 一分训练才有一分战力 你没有训练把他送到战场 那是没有战力的 那只能算人头 没有战力 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不是死更多 你看他现在男生死光了 现在遭女生 女生死光之后国家在哪里 因为将来的时候 战争中有结束的一天 这些女生是要生小孩的 女生都没有了 将来怎么生小孩 现在人已经走了 都暂时杀场了 女生要生小孩 女生也没了 国家整个不是 整个断层断代 这个代通通没有了 年轻人通通没有了 老年人没办法生产 所以他现在把女生都召进来 我认为这在国运 我们讲到收哈 整个国运投进去了 所以我认为他的期望值 跟他的能力 是天差天壤之别 你的期望值跟他的实力 不能有太大的差距 太大落差 可能但是我们讲到 起战容易 中战难 这个一战打起来的时候 乌克兰他完全没有中战知道 到底我们今天做任何投资 我们只要停损 你要停损的时候 这个风险管控 他没有风险管控 没有停损 没有战争的停损 那要无尽的投下去 那整个国家 国卖民命不是都没有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战争下来 不是考试战争的胜败 要考虑战争后的国运走向 是怎么样 很重要 所以教宗方基哥有讲 方基哥说 请勇敢的举出白旗 走向谈判桌 因为赶快把停损 方基哥的意思 并不是说给乌克兰泄气 而说赶快把握停损 你如果不再没有停损 停损继续消耗 那将来反而得不偿失 这个洞越来越大 那不是更陷于战略状况 极不烈的态势吗 所以他认为整个态势发展 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是 文贾老师没有中战吗 我觉得 其实他一直要强力去征兵 但代表是 乌克兰现在要做长期战跟消耗战 那当然刚刚这个将军也提到过 据说你持续的去 包括去征兵去尤其是女性来 那当然这数量增加其实很难改变 现在战争的一个现状 是很难去改变 那唯一的怎么样 第一个他可能要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包括北约 包括美国的支持 那当然还要加上他的装备要改善 你看这个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 他在整个一个装备 还有他的这个战略上都非常灵活 一直有加班等等这些 这等同是你乌克兰要跟他做长久战跟消耗战 你可能需要做的一个准备 那当然包括刚刚讲到一个心理的问题 现在心理战也非常重要 去认识作战 因为我觉得这个无形的战力 才是战场的关键要素 其实要应该此时此刻也要去强化乌克兰 他们的这个战场 这个士兵官兵的一个士气 然后第一个也要让他们赶于作战 勇于作战 那当然还有就包括这个认知 这个信息的操作也是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够 队内能够激发军民的士气 对外能够争取到国际的一个支持 跟一个合作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玩军武 我们来看看现在英美又在持续联手 要再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准到了 这个重金属的交易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伦敦金属交易所已经被要求要禁止 交易俄罗斯它所新供应的铝 还有铜跟镍这些新的金属 先前我们特别介绍说 欧盟制裁新疆棉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 德国的军火大厂 缺少了活药免 就做不出炮弹了 这一次禁止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包括铝铜涅 能够立刻就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吗 大使怎么看 我想应该都是西方国家 已经找到替代方案 它才会禁 它如果没有讨到替代方案的话 它不会禁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 那不过你可以看俄罗斯 它的这个铝链桶 它总价 它年出口额 2023年也不过150亿美元 其实量不是很大 你禁的话就是说 其他国家会不会受影响 其实以俄罗斯在这个三个金属的 在全球的产量来讲 占比也不是那么高的 那150亿就能够动摇俄罗斯的经济 我觉得也未必 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才听说已经上万项 上万项 可是有把俄罗斯打垮吗 也没有打垮 对 那有把俄罗斯的经济彻底弄垮吗 也没有 不过我觉得西方国家这一方面是 蛮怎么样 蛮伪君子 蛮虚伪的 有一项金属 他们都没有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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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钛 钛 钛 这一项金属 事实上是飞机上面要使用的 德国 这个 这个 这个俄罗斯是大宗 所以我觉得这个 美国其实还有西方国家 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各种制裁手段 充分显示他们 这个 自私自利的一个做法 那也是美国在国际影响力 大家对美国信用力 快速下滑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是同样一个问题我想继续请教将军如何看现在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俄罗斯的经济上去年反而GDP还是成长的 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您如何看又这一回又限制的更多的这些金属原料能够找到替代方案吗 您如何看 我认为因为俄罗斯他没有受到影响是因为俄罗斯是原料供应国 大家都需要原料 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包括矿产甚至包括古物 俄罗斯也是输出国家 那变成这样 那这些东西没办法做替代 那大家都需要这些 如果这些没有这些的话 那会有相关的就是工业会造成停顿 没有这些原料会造成停顿 当然这个我们叫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他有做经济上的制裁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那其他国家像印度就拼命买 印度买的价格还是有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 那北韩也在买 那你不买那其他国家买 其他国家捡到赚到 换句话说那对俄罗斯来看 俄罗斯还是有这些市场没有影响 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 那不送美元交易那没有收入部 那必要的时候收人民币也可以 变成这个状况 那其他国家买 中国大陆也要 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刚好跟俄罗斯有4000公里的边界 刚好过来 你过来吧 你过来走